我们因为今年这个西宁出现断货的一些情况 我们原来一直在用的帕友们出现这种情况 我们该如何去面对 那首先我们先解释一下 什么是这个西宁是什么样的一个成分 它是最常用到的一个抗帕金森病的一些药物 它是一个左群多巴和卡比多巴的一个复合制剂 那其中这个左群多巴是我们多巴胺的前体药物 也是西宁发挥抗帕金森作用的一个主要的成分 那卡比多巴呢是一种方向族氨基酸脱缩酶抑制剂 它呢不能通过血脑屏障 在外周抑制左群多巴的一个脱缩 可以让更多的左群多巴进入到我们的脑子里边 来发挥这个作用 那我们西宁相对于这个美多巴来说 它是一个缓释剂型 它的西宁是一个控室片 一般的是在四到六个小时内释放出有效成分 起效慢 但是药效持续时间比美多巴要长 那我们这个西宁这个药适合于这个寂寞现象 就是药劲也接不上 夜间翻身困难 晨起僵硬活动差的这样的一些病人 还有一些情况就是 我们有些病人他临床在用美多巴效果不太好 但是换用西宁它效果非常好 那我们现在既然出现这种情况 我们该怎么去面对 首先是大家一定不要恐慌 出现这种情况 一定要跟你的专科医生去联系 我们该怎么去换药 另外给到大家的建议就是 我们可以考虑把西宁换成美多巴 美多巴我们的一片 一片西宁相当于四分之三片的美多巴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在现有的药物的基础上呢 可以加用金刚丸啊 斯莱吉兰啊 或者是多巴胺受体机动剂 第四个方法 我们就可以把它换成国产的西宁 国产的这个叫西莱美 是一个普通片 它是半个小时起效 一般也可以维持到四到六个小时 第五个呢 我们可以考虑换换这个长效的多巴胺机动剂 像我们对夜间症状比较突出的 尘起这样的障碍的 还有就是尘起僵硬的这样的病人 我们可以考虑 现在可以用到的就是立背这样的一些药 或者是 罗替割钉 贴剂 透皮贴剂 也要 一定要咨询你的 医生去给到 相应的一个 替换的方法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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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 industutos 快乐 感谢观看